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年友 大家早晨 今天早上的这堂课 是最后一堂 定宏为大家的供养 很难得外面下着大雨 大家还准时赶到 说明大家求法的心 很珍切 我们就认真来上完这堂课 我们继续来学习 偶益大师 是念佛法 昨天 晚刻我们讲到 设计今日张三 明日李四 如教下人 又思尋张宅举 如中门人 又思参究问答 如辞律人 又思答意用勃 此则头头不了 象象不清 昨天讲到这里 我们接着今天要讲的这些内容 岂知念得阿弥陀佛 三藏十二部 极则教理 都在里许 千七百公案 向上机关 也在里许 三千威严 百万世行 三罪静戒 也在里许 我们来看这一段 都有字幕 岂知 就是 怎么知道 这是反问 反问表示肯定 念得这句阿弥陀佛熟 要念熟 一定要念多才能够念熟 念得少就很难熟 所以 念佛 是要从量面到侧面 一开始就要加量 好像偶异大师说的 昼夜十万 或五万 或三万 至少一开始要一万 所以古人说的 诸不离手 佛不离口 从生念到熟 念到熟 这句佛号就容易相认 和阿弥陀佛 感应道教 所以 我们的身心 都融入 阿弥陀佛 当中 与阿弥陀佛 合为一体 这叫做念熟 念到熟的时候 将身心世界都忘记了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绵练 绵绵 bef 绵 Yeah 清清楚楚 不间朝 不夹习 到这个境界了 就是一生不乱 一生不乱 所有的佛法 都痛 所以三藏十二部极侧教理都在里面 佛所讲的一切的经法 可以分为三藏十二个 所谓经律律叫做三藏 经藏讲的是定学 界定为三学是定学 律葬是讲界学 论葬是为学 智慧 所以三藏所说明的 就是界定为三学 界定为就含蓋所有的佛法 十二部是讲十二种的经 不是讲十二部经 是讲十二类经 分成十二类 好像本身 不同的经 所有的规纳 规纳分类 叫十二部经 这些就是含蓋所有的佛法 那里面的极侧教理 极侧是讲究竟圆满的教理 这些教理讲的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全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里面 所以你能够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三藏十二部 看不看都不重要 看也好 不看也好 不妨碍 你没有看过的经 你打开来 就可以讲 为什么呢 因为你痛 缘容贯通 一心不乱 你就能开智慧 一接触佛经 就能够通达明了 所以有些同修说 恨自己 无智慧 业障重 读经都读不明 你要听我益大师讲 你就好好老实念佛 当你把这句佛号练到熟了 练到一心不乱了 那些经全部都通了 没看过那个经 人家请教你 你可以跟他讲解 好像六祖的慧林大师 他是不识字的 他开智慧之后 凡是那些导有读经遇到疑问 请教他 录了慧林大师就可以讲解给他听 好像法达船师 读法花经 读了三千部 三千部经 一天读法花经 读一部 起码要读十年 从头到尾读至少五六个钟 所以 法达船师读法花经 读了三千部都没开门 看见六祖的慧林大师 向慧林大师顶礼 头不要扣到地下 这是傲慢相 慧林大师看到 你一定是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就问他 他说 我读法花经读了三千部 慧林大师问 法花经 宗旨是什么 他说不出来 读了三千部 宗旨都持不住 转回来 请教慧林大师 慧林大师说 这部经我没听过 他没有说 我没有看过 因为他不懂认字 所以根本不会是看经 他说 我没有听过 你读给我听 那法达船师 三千部他都会背了 立刻就背给六祖的慧林大师听 背到第二品 《法花经》 《法花经》二十八品 他背到第二品 慧林大师说 行了 不用再背了 然后跟法达船师讲解 《法花经》 一讲解 《法达船师》就开门 然后向六祖的慧林大师顶礼 因为头就碰到地上了 你看 这个是什么呢 慧林大师通过了 没有看过经 没有听过经 他可以和别人讲解 可以帮别人开门 我们念阿威陀佛 只要将佛后念数 也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 因为 怎么可以开门呢 你只要将你的妄想 执着 放下 你就开门了 也就是说 障碍你的开门 那些因素 就是你的妄想 执着 佛在《法言经》里面说 众生皆有如来 智慧得上 但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得 因为你有妄想 有执着 所以 如来本性 就不能够正得 这个正 不是说得到 而是证明 你有如来的智慧 如来的福德 如来的想好 但是你现在没有办法 智慧得上 不是 是本来你就有 一点都没有缺少 完完整整 但是你没有正得 你就得不到守护 一放下这些妄想执着 立即 你就得到佛的守护 我们用念阿弥陀佛 来放下 妄想执着 阿弥陀佛 我们用念阿弥陀佛 我们用念阿弥陀佛 虽然方法不同 目标是一样的 都是要将我们的妄想执着 除去 我们就用念阿弥陀佛 所以妄想一起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 把她压下去 压得时间长了 自然就断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本来是没有的 叫做妄想 妄想本来没有 你就压着她 压得久了 她就消失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只要将阿弥陀佛念熟 如来的智慧就开现出来 所以你一看那些经典 通通都明白 因为那些经典就是 如来自性当中流露的 你现在已经静得如来的智慧了 当然所有的经典都通胆 这个是最快速的法文 最简单 不需要那么辛苦 去学这么多教理 学教是很辛苦的一条路 好像我自己呢 学教学了二十年 很辛苦 还没开门 还是妄想执着一大堆 你需不需要跟着学二十年 学二十年 可能你还是没开门 这条路是比较长远的路 老十年最快速的 你看看 正土圣言录里面 记载很多例子 一般是练三年 就如知时至自在往生 如知时至自在往生 都是练到一生不义的人 换句话来说 他有一生不义的境界 他自愿就能开 对经典他就能明白 所以这个是最快速的一条路 当然教理还是要学 学教理不是为了 去通达三藏十二步 不是为了这个 是为了帮助我们 念佛加强信愿 是勉励我们的道心 因为没有这个教理的指导 我们道心容易退身 我们学教是为了这个目的 还是帮助我们念佛的 念佛是我们的证修 下面讲1700公案 向上机关 亦在理许 刚才讲的是教下 现在讲的是神中 中门 中门是参救 17008个公案 是达摩祖师 将禅传到我们东土 中国 达摩成为我们的禅宗 初祖 其实禅是从哪里开始传起来的呢 经常有这个公案 是释迦牟尼佛 有一天 他拿起一枝花 大家都不明白什么意思 下面只有一个人 明白 谁是家舍尊者 他微笑 回忆 回心一笑 世尊 当然世尊 他有他心通 所有众生心念他都知道 他就知道家舍尊者 回忆 于是跟大家讲 我有一个涅槃妙心 已经传给家舍尊者 那就传了这个禅法 禅宗就是这样传的 传心 以心 印心 以佛的心 来认证你的心也是佛心 这样就传到了 所以依勃就传给家舍尊者 家舍尊者传给阿难尊者 所以家舍是禅宗初祖 从印度那里排是禅宗初祖 阿难尊者是二祖 一直排下来 好像马明菩萨 龙树菩萨 这些印度人 他们都是禅宗的祖师 一直排下来 到中国 达摩祖师 是二十八祖 来到中国大陆 他成为禅宗初祖 传给惠河 惠河传 争忏 二祖 三祖 一直传到惠能大师 是六祖 六祖 惠能大师 就传了四十三个人 从达摩到六祖 都是单传 到六祖 就发源光大 一传传了四十三个人 所以禅宗一下 在中国大陆 就兴起来了 所以有很多公案记录 凡是开误的 建圣成佛的 统统和记录 总共一千七百位祖师 这些人 个个都是与佛的境界一样 所谓开佛之见 开事误入佛之见 他们个个都入佛之见 这些公案是他们的人成就的经历 记载 后人就拿这些公案来参 能不能够开误呢 未必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公案是他的 他的根性 他的恩怨 未必适合你的 不一定是你符合的 所以你在那里参 未必是开误 所以欧益大师特别强调 你参禅的人 一定要学教你 你看六祖 惠林大师 虽然他不识字 但是他也是有教你的 他在五祖会下 听金刚经 这个就是学教你 不可以离开教你 下自己在那里乱参 你参不明白的 这些所谓的向上机关 这个向上机关就是 教你成佛的 成佛是无上道 所以向上一着 最顶端的就是佛道 你们都在一句阿弥陀佛里面 那怎么说呢 因为念佛的时候 是心作佛 就是是心是佛 既然是心是佛 还有什么向上机关 当下你就是佛 已经证到无上道了 不需要在念佛之外 找什么无上道 所以一句阿弥陀佛 包含千七百个我 所有禅中的心水 尽在其中 所以念佛也是三禅 而且这个禅其实不需要参 参那些 我可以大师说 是曲为下根 祖师为下根人 说参究这个方法 对上根人 根本不需要参究 只要你 凭着你的信心 直下成当 是心作佛 就是是心是佛 一念相应 一念成佛 念念相应 念念成佛 下面 三千尘威以百万世行 三罪 静界 亦在你去 这个是讲六宗 你看 有教下 有禅中 有六宗 这三大宗可以说是含蓋了佛法所有宗牌 六宗包括大乘的六界律 小乘的界律 小乘比丘界二百五十条 比丘尼界三百四十五条 三百四十八条 这个界本都要背诵 所以诵界是不看那个界本 这样叫诵 看着界本叫读 所以大家曾日晚刻受了五界 都应该半月半月诵界 我们这里应该有五界仲介仪规 大家可以请回去 那个仪规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因为在古时候 在南北朝的时代 那时有在家的仲介仪规 但后来就失存了 从南北朝到现在 都有千几年 一直都没有五界仲介仪规 但是仲介就要仲介 那我就用《无量寿经》汇集本 第三十五品 《俗世恶苦》第三十五 用这一品作为我们五界的仲介仪规 仲介的女 因为这一品经 我已经讲的就是五界十四 过去我还专门讲了这一品 题目叫做《正中根本界》 广东话也讲过 各语也讲过 可以来听听 还讲过五界表解 很详细地讲明这个介绍 这些都可以学习 那仲介之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要忏悔清净 仲介又叫做布萨 布萨的意思就是清净 我们受了戒之后 难免会有犯戒 即使没有犯到重戒 因为轻介往往很容易犯 譬如说五界里面 不朗语 有时候有心无心都会说些大话 犯了一界 犯轻介 忏悔只要对一位出家师傅 拿着仪规读一次 顶礼三败 就算了忏悔 就回归清净 如果不忏悔 那这个罪就留在那里 而且一夜都在那里增长 所以如果一生都不重戒的话 不要忏悔的话 那到了临命中时 你看这些罪业有多多 这些罪业 那时候就延前了 业力作主的时候 那我们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要搬月搬月 把自己清净一回 就好像我们每日晚刻都要洗身 洗澡 因为身体有污染 那要洗干净 那我们的心 犯戒了就会有污染 起码半月要洗一次 如果你整天都不洗 一辈子 污垢就很难洗 所以那个五戒仲戒仪规里面 都有写明如何来做忏悔 如何来仲戒 跟着仲戒做 如果大家有个团体一起做 那就更好 如果不能一起做 自己一个人在家都可以做 那没有法师可以对手来忏悔的话 就对佛菩萨的仗 自己法路 但是以后有因缘 还要对一个法师忏悔 因为法路 只能够不令罪业增长 但是罪未灭的 一定要对手忏悔 作这个法 才能够将这个罪灭了 叫作法忏 这是顺便提一提 因为大家昨天有十戒 包括八关齋戒 也要这样去忏悔 至少半月仲戒之前 就要忏悔 这个半月是说每一个月农历的十五 和农历的月底 有时候是月三十 有时候是二十九 肯定最后一天 当然如果有事缘可以提前一天 你可以推迟一天 根据你自己的恩怨 这里说的三千威仪 就是说比优戒 比优 所谓天人之表 不单止 这个戒不可以犯 这个重戒更加不可以犯 这些威仪 这些微小的戒 都要去守持 一举一道 都有将法 都有规矩 这样才庄业 所以有三千年威仪 百万四行 是说菩萨 那个就更加微小 所以举手投足 如果不符合规矩 都是反戒 比如说 比优 踩到生草 犯了一个小戒 不符合威仪 清静 比优 不踏生草 对于生草 都尊重 当然这个不是要求在家人 在家人 不必用比优的戒力 要求自己 如果是你这样 可能会造成你很多麻烦 自己受什么戒 你就守住什么戒 守住你的本分 就可以 在家人 与优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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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五戒 那你能够守得住 你就是顿伦进法 你就安守本法 如果你守得菩萨戒 就要按照菩萨戒要求自己 有在家菩萨戒 有犯网 犯网 菩萨戒 犯网戒 通在家 出家 与其菩萨戒 都是通在家 出家 我们出家人 要举足一切的戒 比与优菩萨戒 通通都要守持 而且不可以分手 在家人的戒可以分手 你说 杀到淫望走 这五条戒 我只受一条又大 受两条又大 受全部当然更好 但是出家 比与 包括沙弥戒 都是传授的 没有单授 如果你单授 就不叫比与 不叫沙弥 菩萨戒 也是传授 所以说三罪正戒 就是说菩萨戒 三罪就是三女 所谓 律仪戒 涉善法戒 妖艺 有情戒 这三类的戒 我们其实在受五戒当中 都已经等于受了三罪正戒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受戒的时候 有法菩提心 对十方世界 实法戒 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 世段一切恶 世修一切善 世道一切众生 大家记忆有生 就晚先 受个戒 世段一切恶 就是律仪戒 世修一切善 就是涉善法戒 世道一切众生 就是妖艺有情戒 所以其实我们发这个心 很圆满 虽然只受五戒 但是所得的戒体 是通菩萨戒 等于受了菩萨戒的戒体 只不过你受慈在那里 就守着五条戒的戒相 就行 但是我们的功德 是和菩萨戒一样的 你看多么殊胜 有些人对于这个戒 不是很明白 好像如果不懂字的 没有文化的 需不需要受戒呢 不需要 那就是老实念佛 老实念佛 念到一生不乱了 所有戒律通通都圆满 这个叫定共戒 戒有三种 一个是律仪戒 这些戒条要守持 第二种是定共戒 你得了禅定了 所有戒律都不会化 所以恩戒得定 有了定戒就圆满了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犯戒 都是因为有犯戒的心 这个犯戒的心 无非就是贪嗔痴 没有这个心 不犯戒 所以有同修 就来问我 哎呀 这个是法师的东西 我不小心捉了一下 是不是犯道戒 或者说 我不知道这个是 师父的水 我拿来喝了 是不是犯了道戒 这个不犯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无道心 不要道心 不犯戒 有这个道心 才会犯戒 有道心 即使那杯水是你自己的 你认为是人家的 你拿来喝 用道心来喝 都会犯道戒 所以那个犯戒 取决有这个心 当然有这个境 境就是这些 你所导取的东西 所对的这些对象 心和境都要具足 才构成犯戒 那你如果得了禅定 念佛一心不乱 你就不会起贪亲疵 不起贪亲疵 永远不会犯戒 这个叫定攻戒 虽然可能有些戒相上面 微小的戒 可能你未必受到 譬如说你还踏生草 踏生草是什么呢 你不知道那个是戒律 你踏 但你无心 都可以不犯 不犯 只不过威仪上面 欠缺少许 开智慧 一心不乱 如果念到你一心不乱 等于是见本性佛 这个时候 就叫做道共戒 等于得道 得道的人是圣人 他自然就不会犯戒 譬如说 初果的圣人 衰陀 他五戒不会犯 他走在路上 那些小动物 那些蟑螂 蟑螂 自然就离开三尺以外 你不会踏到他 圣人 有这种道理 他绝对不会有杀身 不会犯戒 所以能够用一句阿弥陀佛 念到一心不乱的话 你得定共戒 甚至刀公戒 一切戒律 尽在内海 大成界 小成界 统统在里面 给你看多么书 好了 下面就继续 真能念佛 放下身心世界 即大布施 真能念佛 不服起贪嗔痴 即大慈戒 真能念佛 不记是非人我 即大忍辱 真能念佛 不羞耽断夹杂 即大精进 真能念佛 不服妄想持足 即大涉定 真能念佛 不为他其所惑 即大智慧 可亦大师这里举输六道 来说明 你真能念佛 六道都圆满了 用六道来说 六道是菩萨道 当然包含一切佛 一切的行门 最关键就是 真能念佛 这个真是 假的不算 你有口无心地念 就是大布施 就是大忍辱 这个不算 所以这个真能念佛 一定是念到一生不乱 未到一生不乱的 为什么 都不叫做真 因为你念佛当中 还夹着很多网念 有网念 就是有自欺 有自欺 怎么会叫做真 所以这个真是有标准 起码要念到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是一生不乱的下品 所以真能念佛的人 是一定放下身心世界 一切都放下 不会有丝毫执着 这个就是大布施 布施 波罗蜜 波罗蜜就是圆满的意思 波罗蜜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 叫做 比岸到 印度的话 那个语法 调转过来 我们中国人说 到比岸 它是比岸到 它叫波罗蜜 不是我们吃那些水果的波罗蜜 有些人 什么佛法都说 说是波罗蜜 不是那个波罗蜜 波罗蜜是法语 翻译成中文就是 到比岸 用我们中国人俗语来说 就是道家 功夫道家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布施波罗蜜就是 你的布施道家 完美了 换句话来说 你还有一些放下的 都不叫做布施波罗蜜 所以一切都要放下 一生求生 真能念佛 就不会起贪嗔痴 贪嗔痴是见识烦恼 通通用这句佛号压伏 它不会再起来 这个就是大慈戒 因为慈戒 目的就是对峙贪嗔痴 贪嗔痴都没有了 你持戒就波罗蜜 就是完美了 真能念佛 不计是非人我 这个计就是分别 不会在人我是非上面 做分别 不计较 不计较 一般犯人都是计较 计较人我是非 人非我是 我对他不对 又有队 这些全部都是 犯牢 用一句佛号 将他们 消融得干干净净 这个就是大忍辱 忍住 不起人我是非 不起这些 贪嗔痴是麻的 要忍得住 到了人我 的伤都放下了 这样的忍辱波罗蜜 人和我是一体 不要将一体分成二 还搞对了 真能念佛 不羞尖断 夹拾 就是大精准 从早到晚 从晚到早 二十四个钟头 这句佛号是不坚断 一开始当然做不错 你就要去训练自己 这句佛号说 要念熟 要念得多 念多就会熟 逼住自己 要念多 就要用功课 每日一万 开始 两万 三万 五万 十万 念到十万 佛号那时候 就念熟了 这个佛号 他不用自己 索意去念的自己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坚断 这个没有坚断 没有夹杂 妄想不会夹杂进来 这个就是大精准 精就是专精 进就是进步 你的所有的心念都集中在一句佛号上面 是最专精的 进步是最快的 不用几年 你可能就成佛了 真能念佛 不服妄想持续 就是大蛇的 心不散烈 都摄六根正面相解 用这句佛号 将你的心念 收住 不打妄想 这个就是大蛇 这个就是大蛇定 大蛇定 不信 不是说一定要盘坐面壁 那个 收蛇的样子 未必是真的 真的未必一定要 这个面壁坐蛇 他在一切境界当中 代人处事哲物 他都说不散烈 他的心应是集中的 他不会心不在意 很安诚 很自在 得善病的人 很安诚 他念头很集中 做事不会做错 说话不会说错 说错 做错 都是因为他心不在意 所以大蛇定 我们用这句佛号来训练自己 真能念佛 不为他其所还 就是大自为 他其就是其他的法门 我们修正土法门 最直接的 念佛事就是成佛事 其他法门都是拐一个弯 这个叫他其路 你看 成佛你不去成佛 你去考其他的 先修一个声闻道 然后修菩萨道 最后才回归到佛道 你就兜远路 我们不为这些他其所迷惑 专注在一成的佛道上 法法经说的 唯有一成法 无二亦无三 二成三成 这些是方便说法 佛是不得已 因为你不能够安住一成的佛道 所以跟你说二成道三成道 如果你能够安住在一成佛道 佛就无必要跟你说二成三成 这个是随众生根性 方便说法 我们念阿弥陀佛 一成中的一成 最直接 念佛事在成佛事 你看看 你不安住在这个佛道上 你还搞其他的 被打其所患 就无智慧 所以有智慧的人 一定是 诸不离手 佛不离口 好了 下面反过来 教我们自己作一个检点 诗字检点 若身心世界又未放下 贪嗔痴念又自然起 是非人我又自挂坏 坚断夹杂又未随准 妄想持续又未永灭 种种他其又能或致 便不惟真念佛雅 自己是否真念佛 用这六条来检点自己 前面这一小段是正说 后面这小段是反说 正反两方面 一讲你就更加明白 所以诗字检点 自己要自己检查 检查自己的内心 你看上面讲 真能念佛 放下身心世界 就是大布施 所以放下身心世界 才叫做真能念佛 如果说 若身心世界又未放下 就不叫真念佛 所以一检查就知道 你有没有把握往生 这个就是标准 你身心世界有没有放下 还有没有挂虑 还有没有贪恋 这些你没有放下 那对不起 你不是真念佛雅 是假的 假的就要变成真的才行 那就要放下 好像昨天讲的 白不管的老太婆 咬紧牙关 白不管 一切不管 一切放下 当然这个老太婆用的功夫 是动功夫 她是什么呢 这些事情 我就是不理不管 不接触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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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 唯有这样做 当然如果慢慢收学提升了 有点点智慧了 你可以做事的时候 都不管事 处人的时候 都不管人 用财的时候 都不管财 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财 但是不妨碍你 待人 处事 用财 这个需要自慰 一开始 我们就学这个八德观 下面 贪嗔痴念 由自然起 这个也不是真念法 因为真念法 不服起贪嗔痴 所以 看看你自己 有没有功夫成天 你就观察自己 我有没有发过贫气 何时发过贫气 如果你念佛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七日 觉得自己 好像一心不乱 飘飘然的时候 突然间 有人 骂你一句 你立刻就发起脾气 对不起 你没有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的人 不会再起贪嗔痴 贪 无能 痴无能 亲 更加无 如果还会现形 还会起来 对不起 没有真念法 这个时候 佛前通屋流体 忏悔罪业 为什么我要往生的人 还要起贪嗔痴 自责 是非人我 又是挂 心里面 还放在这些人我 是非 那不是真念法 人我 是非 确实不容易放下 我经常听到人我说是非 张家长 李家短 这个人好 那个人不好 这些就是人我 是非 你去批评 你去分辨 你就没有真念法 真念法的人 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 只有一句 阿弥陀佛 这样才能够一心不乱 所以这些我们要放下 人家跟我们说是非 我们不要离开 最好就离开 要知道 来说是非者 必是是非人 既然是是非人 远离最好 如果没有问远离 你的内心就会 阿弥陀佛 不要听他说是非 他说了半天 说得很累了 问你听到什么 我只听到阿弥陀佛 第二次他就不跟你说 因为他觉得对牛坦强 根本没用 对 就是要这样 以后人家就不跟你说是非 这样好 坚断夹杂 又未随随 你还有妄想 还有夹杂 甚至还有怀疑 怀疑也是夹杂 信不够深 怨不够切 你都不是真言法 你就不能够大精准 一心不夹杂 所以一定要将这些妄想 这些疑虑 要护疑 要放下 放下包袱 你就不能够精准 这个包袱是思想的包袱 妄想持续 又未永灭 所以你的心 还会有伤怨 还会忘失这句佛号 那就不是真言法 所以这个标准是很高 自己要努力 当我们有妄想的时候 立刻就要警觉 就要将你的心念 收回来 安住在佛号上 这个觉悟要犯 所谓 财动即觉 各自即无 那个妄念 一动的时候 你就觉不到 我现在起妄想 一起妄想 一起这个觉悟 妄想就无了 一觉就无了 最怕你就不觉 一路在那里打妄想 连佛坐在那里 一个小时 55分钟都在那里打妄想 最后才说 时间到了 为什么还在那里打妄想呢 觉悟都太迟了 所以觉悟一定要快 这个就要功夫了 一开始可能是打妄想 打了一个小时才觉悟到自己的打妄想 慢慢缩短时间 半个小时就觉悟了 功夫就提升了 十分钟 打妄想 就可以觉悟 就要断妄想 就要念阿弥陀 最后能够一分钟 一分钟打妄想 不可以使他妄想成天 要将佛教提起来 妄想就终止了 到最后功夫成就的时候 妄想刚刚起动的时候 将动未动 你就已经觉察到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硬伏下去 你就得禅定 这个禅定就是功夫成片 就是一生不努 种种他奇又能或智 假如你听见 参禅好啊 参禅你一见性就成佛了 多快啊 你就跟着他参禅 学发言真好啊 你就跟着学发言经 过两天 这个发言经更好啊 你就跟着学发言经 搞了很多很多样 这个就没有真念佛 没有真念佛 怎么能够往生呢 所以这些法门 是不是好呢 都是好的 因为都是佛讲的法门 怎么会说不好呢 但是你学只能学一门 你不要受其他法门的誘惑 这个志向就是求松正统 其他法门一引诱你 你就跟着去 游能或智就不是真念佛 所以变不为真念佛 就用这些来检验 有则改之 无则革命 好 下面最后一段 要到一生不乱境界 亦无他属 最初下手 须用数珠 既得分明 刻定课程 决定无缺 久久迅速 不念自念 然后 计数亦得 不计亦得 这个是小段 欧益大师 这个是真修谈的人 说话非常实在 不会谈完说妙 说到半天 你都不知道怎么去修行 他直接了当告诉你 你想要达到一生不乱的境界 无其他的方法 亦无他属 没有其他捷径可走的 最初下手 须用数珠 你看看 多实在 你一串念珠 一百零八个念珠 你就要数 怎样数法呢 用印刚大师十年法 念十句 数一个珠 念十句 再数一个珠 这十句 如何念呢 昨天告诉大家 就是三 三 四 这个节奏 你念熟了之后 不会乱的 也不用刻意去数 这十句不会数错 三句 议念上停顿一刻 三句再停顿一刻 再四句 一开始就数慢一点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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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三三四 节奏非常清晰 绝对不会说 混乱 不会错误 你的耳朵就听你自己的佛号 听得清清楚楚 节奏很清楚 计数也很清楚 这十年当中 不用用念珠算 就是心去计 然后计完十句 然后就用一个数珠 印钢大师说 不要计数 是指十句当中不计数 不需要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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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计一数 不需要这样 用心去计 计十句之后 再按一下 再数一个数 所以印钢大师说 不需要数珠 还有偶益大师说 要数珠 两个不矛盾 有些人他未读明白 印钢大师的话 他就搞矛盾了 为什么印钢大师 和柳一大师不一样 祖师和祖师之间都搞对立 这个是他没有贯通 没有原用 印钢大师说的 不是说你不用数珠 是教你 不要在十句当中用数珠来计算 十句念完之后就要计算数珠 这样计算数 如果不是你一万 你怎么计算 你不用数珠你怎么计算 当然用计算器 现在也很方便 比数珠还要方便 你走路啊 说话啊 说话稍微停不动 十句 按一下 劲奉插针 二十四个小时里面 其实空挡的时间很多 懂得用功的人 他不会妨碍你的工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天三万五万 他可以念得下去 就怕你忘失 不懂利用这些空挡的时间 譬如说我们中午 一起用齿 有些人吃饭吃得快点 那还没揭齿 还有一段时间 那就数珠 就按计算器 上班等车可以按 坐车可以按 行路可以按 甚至跟你说说话 你觉得没必要听的 他说人我是非 你就按住 按计算器 多好呢 按计算器 现在有那种手指计算器 那个不错 带在手指上 按的时候 动作很小 别人看不出来 收物行 你拿手指在那里数 有时候别人觉得你怪 我和你说说话 为什么在那里数珠 你要按计算器 又没有声音 挺好 这是方便 当然 如果你集中一天一夜 这样念佛 或者打佛七 七日七夜 这样来计算 周夜十万 我自己的经验 觉得数珠 确实来说 效果会更加好一些 古人发明的东西 比现代人发明的东西 仍然要好 那个数珠 你更加涉心 而且他一寸 是一个循环 有一种周而复始的那种感觉 你按计算器 只要一路向前 他没有一个周而复始 而且手指这样 对手指来说 一种良性按摩 都是非常好 当然这些不需要计算 数珠也行 计算器也行 要记得分明 很清楚 刻定课程 一天我给大家的功课 一万 行不行 如果一万很难 那就先从两千开始 两千念得快的 十五分钟就行了 慢一点的 二十分钟都肯定可以念 你说我二十分钟都不肯拿出来 你说你真能念佛 我就觉得不可恭维了 这个就不是真能念佛 是假的了 不是真是求生极的世界 所以有些大师说 一定要刻定课程 决定无缺 这个功课定了下来了 就不可以缺少 一开始定可以定小一点 你说两千都不行 我就九次十念法 那行了吧 九次十念法 我就将它拼下来 从这里做起点 漸漸增加 有增无减 只能够增加 不能够减少 慢慢慢慢念到熟了 越念就越容易 一万念到大概念半年 你跳到三万就不难 所以念到纯熟的时候 这个时间久久纯熟 个人的时间不同 半年一年 三年都有可能 念到纯熟了 不念自念 这个其实都已经到了功夫成天 这个佛号不需要作意念 它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心里面 好像心跳一样 你有心跳的时候 佛号就在那里念 睡觉都可以念 睡眠当中都不会减甜 这个时候 计数又单 不计数又单 那都不妨害了 反正佛号是不断的 下面说 若初心便要说好汉话 要不着想 要学愿用自在 总是送不心 行不力 要你讲得十二分教 这个可能是错词 这个应该是 夏德 夏德千七百转语 不是北 多了一篇 夏德千七百转语 皆是生死岸边事 临命中事 缺容不着 珍重 你看我这个大师 大修行人都跟他说实在的说话 教你 要用数珠 老实基数念佛 如果说你初发心去念佛 就要说这些好看的说话 说什么不着想 念佛着想 数珠就不够圆用 不够自在 确实不是很自在 因为你要辛苦苦去数珠 没数完 今天的功课没做完 不可以睡觉 当然是不自在 但是你初发心初学就是要这样 你不下苦功夫 你怎样可能真正得到圆用自在 到圆用自在 起码是到了功夫成片 这叫佛后的自然不断 那你才可以谈得上圆用自在 你做什么事都不会存 你未到这个地步 你就说我要自在 那你就将来搞轮会了 所以这些人 偶尔大师说 总是信不心 恒不力 他对淨土法文总是不够深信 所以他的恒 这个修行就不得力 这个功夫 不关你 读了多少经 不关你这些事 也不关你 你懂得多少教你 所以这里说 要你讲得十二分教 即使你能够 读了很多经 所谓通达了 讲经三藏十二部 通通都可以讲 甚至参禅好像都开误了 下得1700转语 1700 1700个公案 通通都好像通达了 其实不是真通达 看你有没有通达 从你的行词就看得出来了 真正通达的人 一定好像永明 元寿大师一样 昼夜十万佛号 人家真正禅宗开误的人 是这样的 他是教下了通达 你看他著作很深 他有一个中经录 一百卷 被誉为小藏经 是永明大师对大藏经的 一个 所谓 融会贯通的 一部著作 真正通达的人 一定是行事上 得力的 如果他行不得力 练佛 他不肯 这样用功去练 皆是生死案 什么事 将来还是要搞生死轮回 到临命中的时候 你所学的教 你所参加的事都用不着 就是不得力 临命中时 还是业力作主 除业力去轮回 所以我们的大师 劝我们要珍重 珍重的意思 就要我们依教服 这样才是珍重你自己的 法身为 佛三 我们的说法 到这里 就完美了 我也用偶益大师 最后这两个字 来劝勉大家 一定要珍重 珍重你自己的 法身为 珍重 今生 得人生 闻佛法 遇淨土 淨土 大法 可以帮助我们 一生能够超越累会 往生成佛 既然能够得到这个法门 多生多结的善根福德恩怨 我们就要珍重自己 一定要好好依教防衡 信愿持命 求生成佛 我们这三天的聚会 就不要败聚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